你只要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是认真的 我想你在你的领域一定会累积一些成绩跟声望 然而你带着这些成绩跟声望 在跟人做互动的时候 你会比较期待别人把你的成绩跟声望摆在前面 还是把你这个人摆在前面呢 我讲一个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好了 某一天我的一个学生生日 我特别发了一个讯息 祝他生日快乐 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人际相处 他除了跟我表达谢意之外 他还告诉我 他几乎每天都在睡前听我的一天听一点 那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开心也很感动 于是呢 接下来我就关心他 最近好吗 最近一切是否都顺利呢 因为我知道他做的是业务的工作 然而在接下来的互动当中 他似乎没有想要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很简单 我只是想要关心他 这一阵子以来他的日子过得是否还好 结果呢 他回我说 好感动 好兴奋啊 居然有作家 而且还是一天听一点的主讲人 亲自为我祝福 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感谢的贴图 可是我在看到他这些贴图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他的出发点跟心意 可是我也因为他的呈现 因为我在那一刻我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我问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 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历程 让眼前的这一位朋友 他要养成一个习惯 叫做他甚或是没有办法去接收别人对他的关心 就是我的那个轻轻的问候 然而他却需要用这么满的情绪来讨好我 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 这位朋友他不觉得他这样讨好我 他只是想要表达对我的感谢跟礼貌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呈现 其实凸显了我们内在的很多功课 就像我今天在开头的时候 我问你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 有累积出一些成绩跟声誉 那么特别是你想要跟眼前这个人交朋友的时候 你会期望他以你这个人为主 还是以你的成就跟声誉为主 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可能都参加过同学会 不管你现在的身份角色是如何 你参加同学会的时候 如果你的同学知道你最近生意做得不错 他开口闭口都称你为某某懂某某懂 然后你可能在消费负账的时候 你稍微大方一点 或者是你可能在聚会的过程当中 接了通电话 于是一回来 你的同学就说 哎哟生意做得很大 我还是可以分得出来 我这位朋友 他其实只想跟我开玩笑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 心中会有点怪怪的 因为你很期望 自己被认定的 被认同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你所代表的身份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表达 我们对于别人的成绩 或者他的成就 是有多么赞赏的话 应该还会有更好的方法 然而如果在这一点 你没有静下心来去体会的话 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在表达 对别人的认同与赞赏 但事实上在别人收到的 可能会是一种讽刺 或者是只是一种讨好 就像在我自己的例子里面 其实我只是关心我这位朋友 然而他在后面的回复里面 他完全没有回应我这件事情 那换成你是我 你会感觉到他真的是在称赞你吗 还是他只是跟你客套呢 我想或许从更深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能心中都有一些缺乏 而这些缺乏 我们需要透过别人认同我们 然而这份认同的来源 绝对不是用讨好能够得到的 如果你想要别人真心的对待 那么请你把这个人放在 他所代表的身份跟成绩的前面 眼前的人他想要怎么跟你靠近 永远是你最应该要在乎的 于是你能够得到的 或许会更多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在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对于 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说明里面 都有相关的连结 凯宇很期待 有一天能够在 七点文化的教室里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